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阿长与山海经,鲁迅 长妈妈已经说过 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 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 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 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 只有祖母叫她阿长 我平时叫她阿妈,连肠子也不带 但到憎恶她的时候 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属的 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 她生得黄胖而矮 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 记得她自己说过 她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 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 总之不是长姑娘 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 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 这个名称的来历 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 身材生得很高大 这就是真阿长 后来她回去了 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 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 没有再改口 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 但唐使要我说句真心话 我可值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 最讨厌的是常喜欢窃窃叉叉 向人们低声叙说些什么事 还竖起第二个手指 在空中上下摇动 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笔尖 我的家里亦有些小风波 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着窃窃叉叉有些关系 又不许我走动 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 就说我顽皮 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 一到夏天 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 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 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 久睡在一脚的席子上 又已经烤得那么热 推她呢,不动 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 一定很怕热吧 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吧 母亲听到我多回宿苦之后 曾经这样的问过她 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隙 她不开口 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 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 一条壁钵还搁在我的镜子上 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 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 一年中最高兴的世界 自然要数出息了 死碎之后,从长辈得到压碎前 红纸包着,放在枕边 只要过一消,便可以随意使用 睡在枕上,看着红包 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骨 刀枪,泥人,唐菩萨 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扶菊放在床头了 哥,你牢牢记住 她极其郑重地说 明天是正月初一 清早一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 阿妈,恭喜恭喜 记得吗?你要记着 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 不许说别的话 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扶菊 她又拿起那橘子来 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 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 第二天醒得特别早 一醒就要坐起来 她却立刻伸出闭波 一把将我按住 我惊异地看她时 只见她黄疾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时地咬着我的肩 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 真聪明,恭喜恭喜 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 笑将起来 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 塞在我的嘴里 我大吃一惊之后 也就忽而记得 这就是所谓扶菊 元旦劈头的磨难 总算已经受完 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 例如说人死了 不该说死掉 必须说老掉了 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 不应该走进去 饭粒落在地上 必须捡起来 最好是吃下去 晒裤子用的竹杆底下 是万不可钻过去的 此外,现在大底忘却了 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 记得最清楚 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质 至今想起来 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他发生过空前的敬意 他常常对我讲长矛 他之所谓长矛者 不但红袖全军 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 但除却革命党 因为那时还没有 他说的长矛非常可怕 他们的话就听不懂 他说 先前长矛进城的时候 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 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主饭老妈子看家 后来,长矛果然进门来了 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 据说,对长矛就应该这样叫 诉说自己的饥饿 长矛笑道 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吧 将一个圆圆的东西置了过来 还带着一条小辫子 正是那门房的头 煮饭老妈子从此就害破了胆 后来一提起 还是立刻面如土色 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 哎呀,害死我了,害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 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 我不是一个门房 但他大概也急决道了 说道 像你似的小孩子 长矛也要卤的 卤去做小长矛 还有好看的姑娘 也要卤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 我以为他一定最安全了 既不做门房 又不是小孩子 也生得不好看 况且镜子上还有许多痔疮吧 哪里的话 他严肃地说 我们就没有用吗 我们也要被掳去 城外有兵来工的时候 长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 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 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 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乎我意想之外的 不能不经意 我一向只以为 他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 却不料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从此 对于他就有了特别的敬意 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夜间的伸开手脚 占领全床 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 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 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 但完全消失 大概是在知道 他谋害了我的引数之后 那时就极严重的解问 而且当年叫他阿长 我想 我又不真做小长矛 不去工程 也不放炮 更不怕炮炸 我拒弹他什么呢 但当我哀到引数 给他复仇的时候 一面又在渴慕着 绘图的山海经了 这渴慕是从一个 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 他是一个胖胖的 和蔼的老人 爱中一点花木 如珠兰 茉莉之类 还有极其少见的 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英华 他的太太却正相反 什么也莫名其妙 曾将晒衣服的竹干 搁在竹篮的枝条上 枝折了 还要愤愤地咒骂道 此事 这老人是个寂寞者 因为无人可谈 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 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 在我们聚足而居的宅子里 只有他书多 而且特别 智义和试贴诗 自然也是有的 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 看见过陆基的 毛尸草木鸟兽 虫鱼书 还有许多明目很深的书籍 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 上面有许多图 他说给我听 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 画着人面的兽 九头的蛇 三角的鸟 生着翅膀的人 没有头 而以凉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 但不好意思励逼他去寻找 他是很疏懒的 问别人呢 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 压岁钱还有几百文 买吧 又没有好机会 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 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 那时候 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 但一坐下 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 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向来没有和他说过的 我知道他并非学者 说了也无意 但既然来问 那就都对他说了 过了十多天 或者一个月吧 我还很记得 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 他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 一见面 就将一包书递给我 高兴地说道 哥儿 有画的三横金 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预照了一个霹雳 全体都震怂起来 赶紧去接过来 打开纸包 十四本小小的书 略略一翻 人面的瘦 九头的蛇 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 别人不肯做 我不能做的事 他却能够做成功 他却有伟大的审理 谋害隐属的怨恨 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 乃是我最初得到 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 到现在还在眼前 可是 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 却是一部刻印 都十分粗着的本子 纸张很黄 图像也很坏 甚至于几乎 全用直线凑合 连动物的眼睛 也都是长方形的 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 看起来 却是人面的兽 九头的蛇 一脚的牛 袋子式的地浆 没有头而以乳为目 以其为口 还要直干七而五的星天 此后 我就更齐搜集绘图的书 于是 有了十印的尔雅音图 和毛诗品物图考 又有了典时摘从画 和诗画坊 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十印的 每卷都有图在 绿色的画 字是红的 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 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 是缩印的好意行书 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 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 长妈妈 挤阿长 死了这人世 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 我终于不知道他的性命 他的经历 仅知道有一个过季的儿子 他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人后黑暗的地母啊 愿在你怀里 永安他的婚礼 多么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那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蒜在这边 非常的有趣 我终于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后面熟得整个孤霜 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感谢观看